君子 哥 你怎么来了 快里边坐 哥 哥 你这意思是让我回家 这个你留着 哥 你这是干吗呀 当兵这么多年也没载些什么 咱们俩一块儿出生如此这么多年 能给你留下的也就这个了 拿回去 好好照顾你爹 行 哥 我都听你的 你让我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好兄弟 保重 哥 咱俩还能再见面吗 等日本人走了吧 我到老家找你去 日本人 真的能走吗 我把这个人摔光了 我也不愿意去哪儿 还不愿意去哪儿 你现在怎么会去哪儿 快去哪儿 深夜冒昧到访 还望求堂主多多海涵 若秋 若秋 不要慌张 我听说 夫人多才多艺 画的一首好画 刚好我的夫人 也喜欢这些 附庸风雅的东西 所以我就把夫人 请到我的舍下去做客了 女人嘛 他们之间有很多话要谈 我们男人之间 也有很多话要谈 你说是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明天一早 我就派人接你 到我的舍下做客 希望求堂主 能够赏脸啊 希望你不要怪我 这么晚了来邀请你 如果我不过来 恐怕明天一早 我就见不到你了 你看 这个 那你还想完成 也能耻众 我 我 我 你 啊 2 3 4 6 7 7 7 8 小姐画好了 是吗 好快啊 真好 很漂亮 我很喜欢 若秋 你没事吧 我挺好的 再等等我 见完玉带勋 我马上带你回家 你好 我是月泰大佐的夫人 恐怕若秋小姐还不能走 为什么 因为我太喜欢他的画了 我还想让他给我的儿子完尾做美术老师 可否有这个荣幸 对不起 马龙 马龙 早点快去讨论一下 为何这个程度是我的先生 这是父亲的决定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好 你好 这个浪漫的嘴巴 哥哥 那天呐 大阳 都大喆 秋先生 大佐恭候多时了 请 小朋友 叔叔给你变个魔术好不好 别担心 我们很快就能回家了 求先生 请 求当主 请 大佐找我 想做什么 求当主 真是快人快语啊 你的事 洪厅长已经跟我说过了 百文不如一见 果然爽快 大佐软禁我的妻子 必定是有所求 不过我觉得大佐倒是多虑了 大佐有什么要求 可以直接讲 毕竟我求某人 不是不识实物的 你这个人 很有意思 有谋略 有才华 但却不贪婪 这一点 我很欣赏 大佐过誉了 不不不不 这绝不是过誉 你帮洪厅长打天下 又把江东的五合堂 轻易地收入囊中 但你却不是为了钱财 这一点 我很钦佩 做生意 做生意当然是为了争钱 我不知道大佐这话里的意思是 哈哈哈哈 五合堂旗下 原本有个大药房 一直经营鸦片生意 但是 自从你接手以后 这个药房就渐渐的没落了 大家都知道 这做鸦片生意是一本万利 生意人都希望吃到这口肥肉 而你却不肯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除了不爱钱 我真是想不出 有什么理由 不瞒大佐 我接手五合堂的时候 比较仓促 里面的细致末节 还不是很了解 我这个人呢 做事又很谨慎 没有十足的把握 如果我不会轻易有什么动作 明白 好 那我就直接说重点吧 我想让你 继续经营鸦片生意 把药房搞起来 有问题吗 我刚刚来到江东不久 没有 所以还无从下手 当然我也知道这里 以前的方针政策 所以想请囚堂主 继续为这个五合堂 不不不 应该说是万生堂的 一堂之主 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祝我们大日本皇军 以臂之力 我明白大佐的意思 可是万生堂 现在没有霍原 对了 刚才你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你的夫人呢 她好像跟我的内人聊得很投机 还有我的犬儿很喜欢绘画 哈哈哈哈 我想留你的夫人 在府上多待些日子 多教教我的犬儿 如何 鸦片的霍原我需要时间 多久 现在我还说不好了 这个请你放心 霍原由我的朋友帮我解决 谢谢 这个朋友我很喜欢他 就像喜欢你一样 我相信 只要你们俩齐心协力 共同努力 一定会搞好这个大药房 共同为我皇军效力 你和这个朋友 好像还有一点渊源哪 把隔壁的朋友帮我请过来 大夫来了 大夫来了 你们俩怎么了 大哥不见了 大哥不见了 请 请 一个呢 是武和堂的前任堂主 世家经营 一个是 现任万生堂的堂主 后期之秀 如果二位能够精诚地合作 我相信 江东 丰安地区的经济 会勃勃升起 我想大佐对这个人的现状还不太了解 这个人现在一无所有 说句貌美的话 他还是一个染了大阴影的人 我不知道这样一个人跟大佐合作 会给大佐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我想大佐对我眼前的这位 球万生球营长 也并不是很了解 这位球营长平生最痛恨的就是鸦片 您让他卖鸦片 大佐 我 我觉得您还是在考虑考虑 你呢 有外人倾向的凝聚力 你 有做鸦片生意的老道经验 但是 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 都不擅长一个人做这件事 我需要你们两个在一起 互相制约 这些 平起平坐 共求发展 在那里的街上 看 Las Vegas 超级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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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好 よし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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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哥为了上位真的是疯了 竟然跟日本人合作卖鸦片 你大哥为了上位 大开城门迎接红日进的时候 你就应该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怎么办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再这样下去我大哥就废了 大嫂 童年 快 扶他进去 大嫂 慢点儿 不行 我要去找正义 大嫂 你躺下 你先躺下 你现在可别折腾了 我大哥有手有脚 他想去哪儿他想干什么 那是他的事 你管得了他一时 你管得了他一世吗 再说了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好好地安胎 你要是为了这事 把孩子给弄没了 你受得了吗 大夫 我大嫂是不是快生了 还没到时候 只是动了胎气 吓死我了 胎香有点不稳 以后 你们要是还这么不小心的话 这肚子里的孩子 可就危险了 我给他开了个方子 你找我这个方子去抓药 按时吃药 千万别再动了胎气 好 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 那得让顾照理 尽快把炎戒了 你说什么呢 赶紧去抓药 我去刷点热水 大夫 姑娘 你可别动 你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安心静养 千万不要乱动 知道吗 有什么事 你就跟我说吧 大夫 我想请问你一下 你有什么办法 可以帮人戒大烟的吗 戒大烟 这可是九死一生 鬼门关走一遭的事啊 我知道 我知道我可没这个本事 不过你别着急 我听说江东有个大夫 他给人戒大烟很有一手 很多人都去找他给自己戒烟 大家伙都管他叫潮叔 真的吗 不过 这个潮叔脾气很古怪 为人也很低调 愿不愿意出诊 谁也不知道 也许 这就是传说中的室外高人吧 姑娘 你好好静养 千万不要乱动了 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 谢谢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室外买》 《既成》 《无韩忍厚》 《青春室》 《室外托》 《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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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想怎么样才能退出来 我为什么要退出来 你我明知道 豫太勋不是善类 你还主动往上凑合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给你提供霍元 让你取得豫太勋的信任 就因为分了你一杯羹 你心里就不舒服了 求万生 你还真是求万生 看得我像一滩烂泥一样 你在心里开心是吗 对不起 我不能退出 古照里 你还真是烈心不改 我就是这么个人 好 我如你所愿 我可以把五合堂的一切都还给你 但你得答应我 郁太勋不能再纠缠若秋和我 怎么着 想全身而退 我告诉你 你这就是个烂泥潭 既然一脚踏进去了 就休想干净的出来 从你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求万生那天开始 你就应该料到 早晚会有那么一天 我故照里会跟你使不量力 想独自求存 想独自求存 做梦 别误会 我非常愿意看着你玩火自焚 不过是不愿意牵扯我的女人 我不会再给你选择的机会 嫂子 嫂子喝药了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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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笼 站住 今天可真热闹 我再告诉你一次 我叫裘万生 我不管你现在叫什么 在我心里 你一直都是以前的名字 那是你的事 名字我恨你 名字你醒醒吧 现在正是国家危难之际 你怎么能因为自己的私欲 而至家国大一欲不顾 还有你 你打开门 放侯儿进进城害死我爹的事情 我可以不和你计较 我们的力量应该一致对外 如果国家亡了 我们都会成为王国奴 你们不能再为日本人卖牙骗 行行吧 难道真的是我做错了吗 你们就没有错吗 尤其是你顾照理 我只是拿回我自己的东西 你少的是心 是你这辈子都不会懂的 是 他没有心 你就有吗 你忘了我们的誓言吗 你忘了一字当先永不誓言吗 你忘了这个吗 你忘了 太好了 我的那个义子 倒在那场大火里给烧没了 别在我面前装模作样的 你在我眼里 就是个小丑 我依旧当你是兄弟 但是经历了这么多事 难道你认为我们还能回到当年那份纯真的兄弟情吗 一切都还来得及 来得及 来得及 正好咱们仨今天都在 干脆把话说明白了 我是害得下来的 我是害得你们两个人自相残杀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 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这么多吗 你什么意思啊 要不是当初有人通风报信 这红日进怎么就那么巧会把我们在那个时机围困在天险山呢 是你们 警家军中出了叛徒 给红日进通风报信 这才让红日进把我们围困在天险山下 就像抓米缸里的老鼠一样轻轻松松 而你现在却大言不惭地跟我称兄道弟 你听着就不可笑吗 不关我的事 警家军逐出了叛徒是我置局不言 警官 事长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真的是你们警家军出了叛徒 所以才会导致那场战斗的惨败 还差点 导致名字被烧死 那你为什么一直埋怨我 认为是我害死了名字 其实你只是为了掩饰 你们景家军出了叛徒 为了能够让你的愧疚感少一点 才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我 你闭嘴 不是你想的这样 我一直在调查 这个叛徒是谁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 我们三兄弟联手起来 做一些立民的正事 可你们都不清 你呢 为了保住你五合堂的地位 根本没有真心实意和我一起 打造景家军 跟我去创造太平盛世 你认为我心中的信仰很不现实 你只想利用我们兄弟的力量 维护五合堂的地位 那是你的一己私欲 你没有资格说我 还有你名字 你一直说我们两个人是你的兄弟 仅其因为景家军的一个叛徒 你就怀疑我们之间的情谊 甚至可以昧着良心 设计我和顾照里 你把我们当兄弟了吗 我一直告诉你 不要做偷情莫搞的事情 你们完全就不懂我 你们当时怎么就不和我一起去实现保家卫国的理想呢 我只想我们兄弟三人 团结一致建功利益 我知道凭我一个人的力量 没有办法解救江都百姓于水深火热的日子 我只有苦练景家军 希望能够让自己变得强大 但是我错了 我拥有的军阀势力 根本不可能为江都百姓带来光明 而你只顾自私地壮大你的帮派 你装成陌生人 每天想着怎么向我们报仇 用你的枪向你的同胞开战 到今天你们还执迷补 我没有像你这样的大义 但我对得起中国人的良知 顾少林你说什么呢 你打开城门 放红日进城 多少百姓死在红日进的手上 把整个江东都让给了日本人 全都是因为你这个叛徒所知 儿子童年 童年怀着你的孩子 你孩子人脉丫间 你害人害己 你只知道喊口号 也没见你保护江东百姓 我 对不起 我实在是不应该破坏你们的气氛 可是这一幕 就像现在这样 你们俩拿枪相向 在我的计划里 在我的想象里 不止出现过一次 可当今天我亲眼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还是紧不住想笑 这让我想起我们小的时候拍着胳膊说 一字当心永不食言 说什么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不可笑吗 不可笑吗 到底 到底我要怎么做好你才会同意 同意跟我共同抗日 共同抗日 共同抗日 对不起 我没有你的远大理想 不要在我时长浪费时间 你们继续 名字相向江东百姓 打架 说话 你没法赶来 你 都无法赶来 抱住你们对我的偏见 都不顾张生人惯性的证明暴卫 高生人惯性的证明暴卫 你们两个快跟我来 嫂子 嫂子她不见了 兄弟难挡 走过的风浪 快乐痛哭都拿来分享 哭着笑着在一起跌跌撞撞 历下的十月同生共死去闯荡 兄弟难挡 成为了过往 世事无常 各自的方向 一路荆棘坎坷 岁月的漫长 那一份情意还是支撑的肩膀 兄弟一场一起走过的地方 就算独自去闯 心里有你在身旁 这一身擦肩而过 看人来人往 我们从不会遗忘 兄弟一场一起许下的愿望 就算赴躺到火 依然守候在身旁 命中注定我们 走过的沧桑 只会变得更坚强 兄弟一场最在乎的是坦荡 就算过去留下裂痕 不要再失望 都 Going for it 重新联手踏踏踏 救回的梦想 刻在心里的荣光 engine 2應該oud 我今oud d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